第四有两件事 不解其意 请开始 第一个是 99年10月5日 我们全家到北京广化寺 礼佛后 回到住所休息 我的儿子突然 梦语 说梦话 教醒后 他说 在一座 上庙前 遇到一位 道庄打扮的长者 告诉他四句话 这是 本为菩提 超三界 这是去龙 是不是 是 旅旁九五成 于解 迷津 利愁谱 一气 卓助 解灵人 说了这么四句话 说了这么四句话 在梦里头 看到一个 道士打扮的 道长 跟他讲这四句话 这四句话 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的疑问 可能是在此地 从这四句话 表面上来看 学佛 但是第二句话 但是第二句话呢 一丝 就不一样了 去龙 去旁 九五成 龙是国家领导人 从前是皇帝 九五成 这是指的北京 金城 皇帝的都城 换一句话说 你要求做官 那你就得到 金城里面 去依靠帝王 这个话的意思 也很明显 这是一个 热衷于名利之人 也学佛 也想超三阶 但是人间富贵 没有办法 放下 不能够放下 人间富贵 这个 迷津 愁苦 佛法里面讲 三苦八苦 你总不能够 避免 你在六道轮回当中 照着一切 一切善不善意 国报 哪里能够避免 无法避免 那么你要想 利苦得乐 破密开悟 幕后一句 一切 走着 一切走住 戒灵人 戒灵是自己 古人说得很好 戒灵 还需 戒灵人 这个话的意思 在哪里 你想不受苦报 你必须自己 觉悟 不造我业 如果还继续 造我业 苦报 决定 不能够避免 佛在 十三一道经里头 说得好啊 这个意思 一定要懂 我们阿赖 也实里面 虽然含藏着 无量无边 卧业种子 但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 再也不造卧业了 这个卧的 缘断掉了 虽有卧种子 它们有缘 它不会起缘 必须 正当善业 这样才能 破密开物 才能 离普德鲁 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 要朝三街 明文立养 全力地位 必须从心地里头 舍得干干净净 我们才有指望 如果不能写干净 那就很难了 太难 太难了 第二个问题 他说 99年 我本人在梦中 多次看到空中出现两个字 前面一个字呢 是两个扇子 和在一起 后面一个字 是两个骨 和在一起 这个意思 已经非常明显了 就是 众善因的善果 这时 你在梦中 也有这些善云 有佛菩萨 有这些鬼神 给你提起 提醒你 这些人 你都应当 把他看成善友 他在冥冥当中 帮助你 有没有 是 做 我 我 谢谢观看